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啊 大家好我是趙元 我是目前在台海大物理系 高能研究做實驗 是在CMS CMS是一個HC的實驗在生 基本上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發現 幾個是例子 然後也還沒有做睡黑洞出來 那 所以大概也不會看到有變成 Mismatch的那個Jelly 這個有點假的 好為什麼 我現在要來講這個題目呢 這個其實 是之前在偷插Mail Linux上面 我們有個老朋友他 在complaint說為什麼User的Linux 下面的PDF檢視那個閱讀 軟體還是會把中文字 看成是碎的呢 那都已經二十歲了 那為什麼還是有中文的問題 為什麼 鮑凱與細明鐵還是睡的呢 那這邊我是 用貼圖的 其實沒有全部會睡啊 那主要問題是那個字型描繪引擎 那是這個叫做 free type的字型描繪引擎 基本上是大部分目前 Open source下面所普遍使用的 那基本上詞是有兩種 然後字型也有兩種 一種是點證字一種是向量字 那畢竟點證字是那個 上一個時代的事情 所以我們幾乎現在用的軟體 都是使用這種向量字型 叫做true type的其中一種向量字型 那它的優點就是它放大小 是經過數學運算直接算出的那個筆畫 所以不會有問題 但是小字型的時候呢就會有困難 所以呢 這個解決方法有幾種 一種是 加上這種抗句子的處理呢 那你可以稍微看清楚一點 可是缺點就是整個變糊糊的 那另外一個解決方案呢 是說它採用內線點證字型 就是在小字的時候用點證字 大字的時候用向量字型 那這個我們一些前輩 如這個英國費老大 還有這個對岸的文權翼的這個社群 他們分別都有做一套這個 內線點證字型給大家使用 那另外一個技術是叫做 筆畫微調技術叫Fone Hinting 那它基本上就是把那些字的骨幹呢 挑出來然後把它稍微搬一下 然後它顯示在那個格子點上面 那你會看這個稍微有一點點改善 不過這個大螢幕可能看不太出來 所以在這裡呢 它需要的是一個叫Hinting Instruction的東西 就是中間那一坨 不曉得看不懂什麼話為的字 才可以把這個骨幹挑出來 那世界上不是總是美好的 那有個東西叫做軟體專理 那大家都知道前陣子 某A社的事情 那這個A社剛好也是 這一個世界人的主角 那它剛好是有這三個Pattern的Pattern Holder 然後所以在FreeType Engine裡面 需要用來解憶這個 Pinting Instruction的叫做 Bite Core Interpreter 它會跟這個三個專理有關係 所以基本上它是被Disable的 那有一些Walk Around方法 那其中一個是一些前輩 他們在做就是用一些演算法 來找出這些骨幹 然後做最央畫 然後我們有一些 大大們 他們有做一些漢字最央畫畫 但是還有條這種 Gamma參數來讓這些 對比顯示比較好一點 不過跟大家講一下這個Chrome的 內牽點證字的出鞋體還是爛的 你會發現下面是沒有鞋體的 即使做了這麼多 那還是會碰壁 因為那個像 標凱底跟那個姓名體 它是鼻組字的 一分鐘喔 所以它還是會爛 所以當你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 把BCI再打開來 那就好了 那還好這個專利去年已經過期了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已經預設開始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在做液晶螢幕最佳化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option 如果被打開的話呢 那它就會綁定這個 之前提到的AutoHIM 那它又會把 Bicode Interpret關掉 所以我們又回到原點 那還好這個bug已經修掉了 但是我不太曉得 之前在U設的連結上面 是不是這個問題 我不清楚 那FreeType它這個參數非常多 非常強大 但是又有一些細節需要注意的 所以最好辦法一樣是讀Source 那聽說有人在修了 但是我不曉得什麼時候會修好就是 那其實到處都有FreeType 你可以看這一海票的軟體 其實它背後都是採用這個FreeType Engine的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FreeType 能夠讓我們享受這個 Opensure帶來好處 快 結論 結論 不要再收到台中這位update寄來的信 說它又沒有辦法看它的那個 所以 以上就是我先講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謝謝 好 下一位 謝謝 謝謝 謝謝